大家好,我是孫敏起 今天和大家講三分鐘時評 今天點擊四個字,國聚傻衰 先講講港股今日的走勢 今天全日都是偏好的 雖然偏好不是升很多 只是幾十點上落 最後全日都是升63點 收20504,乘加519億 今天市有升幅,當然在重磅股有些貢獻 包括中移動、郵邦 不過最重要的貢獻來自甚麼呢 就是所謂藍籌中二三線 包括地產股 特別是這隻順治升得比較好一點 1.7% 除了地產股之外 其他例如神華升得最厲害 升4.3% 突破下降軌 此外百麗、黃黃、聯想藍籌中二三線 都是為了升市貢獻一分零 好了,今天繼續重上20500水平 後市怎麼看呢 後市怎麼看的四個字 各取所需 甚麼意思呢 因為現在市場來說 無論是外圍、中國以至港股技術走勢 都是好淡消息分層 淡有好友都是各取所需 援引有利自己的意見是支持自己 所以市場可能來說都是繼續這樣拉腳 好了,先講一下外圍 外圍有甚麼好消息呢 包括好消息來自外匯市場和商品的走勢 看到了,美匯指數了 看到了,支持一直 美元如果弱,就對環球股市有利 特別是新興市場 現在看到了,美匯指數是繼續弱的 跟我之前預期差不多了 繼續沿著一浪對一浪 現在最新是93.7 已經越跌越多了 這個是有利的 加上商品亦是有利的 看到了,這個紐約的走勢了 之前突破下降軌的 進一步上揚 挑戰前浪頂 商品外匯是有利好有的 不過與此同時 外匯的另一個因素 對淡有有利 是甚麼呢 即是發達國家的股市走勢 是普遍弱弱的 之前提及過的日股 股之前跌到渣都沒有 雖然跌到渣都沒有 雖然跌到一些 但這段時間跌得很厲害 其實除了日股之外 美股的走勢 都是看到高位有壓力的 看到這個圖看到了 去年年底而言 道指已經是幾次上市17800水平 從這圖看 起碼見到一次、兩次、三次 昨晚又再一次 但四次都不能夠破頂而上 反映其實17800水平 回吐壓力是不小的 這個是淡有可以陣陣有詞 支持自己提淡的市 除了外圍之外 中國因素也是 主要說回李總理 最新的講話 內媒的報道 李總統最新講的 一方面他們唱好的 其實就是首櫃的開局是不錯的 首櫃開局兩好 與此同時主要指標都是勝預期 加上穩中向好的因素增多 以至他注意到是國際大行 都是調高了中國經濟增速的預測 大行包括什麼呢 都粒粒皆升 又有匯豐、又有高敏、又有瑞信 全部這幾個大行都是調高 當然是令到很有精神大震 不過與此同時 李總理就補回兩句 令到淡有都未知一無所獲 是什麼呢 雖然說好了 但是其實基礎仍然是不穩固的 與此同時 就是下行壓力仍然較大 一講一講 淡有都有點詐 繼續可以和好有確幸 加上剛才提到 港股技術走勢 都是有好有淡的 一方面 今天恆新指數見到 再升 已經連升五天 這什麼概念呢 是2015年4月以來 是最長的升市 2015年4月是大時代 哇 大家想一想 當然好有聽了之後 當然有些興奮 只不過與此同時 淡有也未至於無可反擊 因為今天雖然升了 那時 看到519億 再縮 昨天也不是多 現在還縮一縮 自然上升動力不足 並且初入約 也沒有什麼變化 這幾天也沒有什麼明顯增加 都是11萬張不足 在講期指 顯示上升動力不足 淡有也是可以 具體力爭的 在這種情況之下 估計淡有好有會繼續國取所需 所以令市場繼續在五十天線 和一百天線裏拉鋸 起碼明天會這樣 甚至可能延不到 星期五 中國出了GDP 第一季GDP之後 才有個明顯方向 好 時間關係了 今天分析大致這麼多 多謝大家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